情不知所起 是因为公交车站匆匆一瞥 魏英双眸映出的彩彩星光入了蓝战的眼 还是因为Station of Being车站魏英落寞而孤独的身影 让蓝战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心思被牵动了 或是因为魏英不忍欺骗蓝燕 又勇于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的那番话 让蓝战动了心 蓝战也说不清 他能确定的是 他对魏英有了不一样的情愫 在不知不觉中 树林里的那一文 不是被魏英激怒后 失去理智的冲动 而是遵从了内心的召唤 所有的故作冷漠 都只是为了冻结心中蠢蠢欲动的想法 而陪着魏英跳舞 答应带魏英去采花 给魏英做飞鱼面包 还有突如其来的宣誓主权 无一是演戏 皆是他所愿 只是 那人不懂 那人在片刻的失神后 重新拿起叉子 唇角微扬 用手肘轻轻碰了碰他 用只有他们两人能听见的声音夸道 蓝战 奥斯卡影帝附体啊 说得跟真的似的 不过 纠正你一下 是男朋友 不是未婚夫 蓝战什么也没说 咬了一勺豌豆汤入口 他有资格宣誓主权 按照两家长辈的约定 魏英是他的未婚夫 按照两人之间的约定 魏英是他的同居男友 他这么说 名正言顺 无可厚非 而且 他也必须挑明他与魏英的关系 蓝战虽然不常来蓝安庄园 但对这里的是多多少少有所耳闻 蓝燕曾经想介绍一位瑞典朋友的女儿给张灵 但张灵态度明确的拒绝了 直言自己喜欢同性 后来 有人周末时在丹麦哥本哈根 一家有名的Gay Bar撞见过张灵 还不是一次两次 张灵去那里是单纯喝酒解闷 还是寻找目标发生一夜情 不得而知 张灵至今单身 去酒吧喝酒是他的私生活 这在北欧夜常见 蓝燕无权干涉 更何况张灵工作能力很强 协助蓝燕把蓝安庄园管理得井井有条 处事沉稳 真诚 让人无可诟病 蓝战自然也无权干涉 张灵和任何人交往 但他不希望张灵对卫英存下非分之想 午餐接近尾声时 蓝战被蓝燕叫到了他的房间里 关上门 蓝燕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急声问蓝战 你怎么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挑明卫英的身份 万一他觉得尴尬 走了呢 蓝战心头已经压住声音反问 爷爷 您早知道卫英是谁 蓝燕觉得自己想让蓝战和卫英 成为知心好友的如意算盘彻底被打乱了 此刻像个赌气的孩子 双唇绷成一条锋利的线 不想回答蓝战的问题 他不回答 但聪明如蓝战 仔细一分析 很快明白卫英为什么忽然又同意留下来了 蓝战和蓝燕确认 您也知道我和卫英不是恋人了 蓝燕不禁服啊 心探道 是蓝家基因太优秀吗 生出这个天才 什么都瞒不过他 好不容易等来又费心留住的小太阳要飞走了 老爷子内心一片灰蒙蒙 他仿佛已经看到卫英知道真相后 起呼呼离开的样子了 这也是蓝战预想过的结果 尽管心里舍不得 但他还是决定让卫英知情 既然知道自己的心意 蓝战不想再对卫英隐瞒 他知道卫英是谁这件事 之前不告诉卫英 是想让他自由自在 现在告诉他 是想让他自由决定去留 他留 蓝战会以真心换真心 若无回想 便是有缘无分 蓝战不愿细想 午餐过后 按照原先约定 蓝战开车带着卫英离开庄园去采花 他要带卫英去一片 他小时候常在那里写生的草地 算是他和蓝汉的秘密基地 他没带人去过 那里比较偏僻 但有很多花 五颜六色的 这个季节有橱菊 小白菊 蒲公英 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 足够卫英编个花环 采购七种花 蓝天宽阔辽远 草地一望无际 一层层颜色各异的植物 随风摇曳 秀丽一人 卫英开心得 如同一下子回到 十二三岁的年纪 他攥住蓝战的手腕 拉着蓝战一口气 跑进了花海中 好美的风景啊 卫英松开蓝战 望着前方喃喃自语 下风袭袭 他张开双臂 围仰着头 清秀风中淡淡的花香 蓝战站在他身后 一言不发 静静地看着他 牟里笑以温柔又惆怅 卫英显然把那句 我是卫英的未婚夫 理解成是蓝战的口误 蓝战可以不解释的 将错就错 继续把卫英像这样留在身边 直到真相被发现的那一天 但蓝战还是想坦白 好可惜啊 我今天没有带丹帆 卫英看到美丽的风景就手痒 想拍照 他遗憾地说 蓝战回到 下次可以再来 真的吗 还有下次 蓝战转过身看着蓝战 模里样开灿烂的笑意 你也喜欢这里 经常来 有没有觉得很像仙境 嗯 蓝战点了点头 卫英还是决定用手机先拍照 反正现在手机的相机功能也很强大 他不想错过这等美景 蓝战站在原地 耐心十足地等着卫英 看着他东奔西跑 在卫英停下来筛选手机里的照片时 蓝战朝他走过去 蓝战走到卫英身后 刚想开口叫他 和他坦白 他却突然转身在低着头朝前走 边走边兴奋地说 蓝战 两人一下面对面 离得很近 卫英发现后本能低要后退 蓝战怕他摔倒 下意识伸出一只手握住他的手臂 将人往自己怀里待 呼吸交错 蓝战闻到了空气里越发明显的灵蓝香味 听见了如雷鼓般的心跳声 分不清是谁的心跳声 怀里人的唇 浸在咫尺 诱惑着蓝战的目光 他想吻他 他也是 演书 演书 能够 拍你 那么